加勒福在年节前夕来到了行程乡公所制证30份联菜 要斩证给乡内的弱势家庭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过好年 借回馈记住弱势春节的前夕 加勒福华林店长林婷生 经理陈光镇 9号上午代表华林加勒福文教基金会捐赠民生物资 由加勒福文教基金会捐赠民生物资 由加勒福文教基金会捐赠民生物资 并且把这批联菜放送给乡内的弱势家庭 那也很感谢我们加勒福每年都在过年前 都会散发出爱心捐赠我们一收入户的30份联菜 那今年照样也是以照往例 也是爱心满满的替我们新人乡乡内的一收入户 还是制证这个联菜 很高兴我们今年加勒福能够在新城乡 帮忙这些弱势团体 那我们加勒福秉持着企业社会责任 那每年都会跟新城乡有这个配合 捐赠年菜给低收入户 那今年也很谢谢新城乡 跟我们加勒福合作 谢谢 几份 两年都说 今年30份 往年都一样 往年都30份 对 新城乡长河立台也相当感谢加勒福长期的帮助 新城乡的弱势家庭 九号并且带着30份的年菜 给新城乡公所 同时也转赠给乡近的弱势家庭 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个好年 记得九号行政上